好 来到最后阶段进行节 变了一人一分钟 我们先请贺教授开始 我们台湾的自然环境 根本没有使用核电的本钱 我们一起做只能运转数十年 供应我们百分之十几电力的核电厂 来赌我们国家的存完 跟后代子孙几万年的风险 有必要吗 看看我们的这些核电官员 为了层出不穷的弊案 施工的意外 还有无解的核废料 每天疲于奔命 到底有多少心力再留给核安呢 还有 有时候还得昧着良心 言不由衷 甚至有人官司缠身 晚节不保 正是所谓核来 我们这种辅导式的核市场 最好建好就收 这个 在我们未来政府举办公投的时候 请观众们好好想一想 您这一票要选择灾难 还是选择无核家园 您这一票能够使这些起辅难下的利益团体 有一个台阶下 谢谢您来此 苏陈主委 我想首先纠正一下 因为刚刚两位都讲到供电只有百分之十几 事实上是错了 因为过去五六年 我们核能大概是供电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所以这个装置容量跟发电量是不一样的 另外刚刚赫博士是回避我的问题 他就扯到说长期的致癌 事实上辐射钢筋是乎我们有做癌症的研究 看不出有结果出来 所以这一点我先澄清一下 另外我想核市要不要运转 当然我的前提是一定要在安全之下才能运转 但是如果核市不运转的话 台电在去年二月做出来的 去年二月做出来的装置容量的推估 这一条是核市场有运转 这一条是核市场没有运转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的倍载容量 都会低法定的值的百分之十五 或是十六以下相当的多 所以我想尤其在北部这个地区 很容易会有限电的危机 我想在这个方面 如果一场二场停掉 核市也不起来的话 北部电场实惠警察 我觉得在反核的过程中 我常常想到车诺比的小朋友 不希望我们台湾的小孩子 遇到同样的一个伤害 我希望我们这块土地是可以生存的 刚刚吴副处长有讲到说 其他国家还在发展核电 但我想那些积极发展核电 应该不像我们台湾一样 我们台湾的地质条件跟日本很像 我们经常发生地震 我们历史上也有过海啸 我们是一个由板块推积所产生的一个导国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 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人口 大部分都住在核电厂的附近 有可能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命运的时候 我们只能选择早日实现飞核 我希望每一个有投票权的人 如果将来核市真的办公投的话 一定要出来反对核市 因为核市是一个曾经泡过水的 然后它曾经出现多次的跳电跟火烧 工程问题不断 那我也非常希望每一位朋友可以多上原能会的网站 去阅读核市的相关报告 内容非常的恐怖 我认为这座电厂如果转下去 台湾一定会发生核灾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要我们自己站出来把它中止掉 谢谢你 来 五副作 我这边沉浸一下 在刚才那个蔡律师讲日本呢 整个目前安培青山上来 首相上来之后呢 整个政策走向就是核安可以确保下的 核能持续发展 另外的地方政府呢 多次的 目前多次的那个选举呢 也是赞成核电再启动的 都占到百分之七十 投票 选票一张是等值的 是它结果的 所以从这个来看呢 从日本来看 我们显然能够思考到我们核能 也就是目前的全世界的 29个国家发展核能 也就是高科技的国家 或是先进的国家 它还是持续发展核能 它还是在核安的确保下 它要持续努力在确保能源 能源的话最重要就是能够让 经济持续发展 然后呢 提升竞争力 然后这个社会环境也能够得到确保 减碳也能达到 这是我们必须要来做 努力来做 谢谢 好 谢谢您 那么今天呢 我们借由在辅导核灾两周年 前夕以辅导核灾的省思为主题 来带您关心的是核安的问题 在那两周进行精辟的攻防论述之后 希望提供给大家正确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以及未来做判断 台湾到底需不需要核能发电的依据 今年夏天大家用投票方式决定核四的存费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非常谢谢四位来宾今天的参与 我们星期五再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